一杯冰糖 兩杯醬油 十億就是食物的回憶 找長輩來做菜給大家吃 十億的主廚他們都是已經退休的人 我們有先訂一個年齡層 希望是55歲以上 小孩都長大離家了 他已經需要找到下一個人生目標 愛做菜是第二個特質 那再來第三個特質當然就是喜歡跟別人交流 2018年我們是從六位主廚出發 2019年我們已經有了二十幾位的主廚 十三歲的爺爺是我們年齡最大的長輩主廚 一個餐位大概都是30到45 目前是安排八道菜 每次是三個不一樣的長作菜給大家吃 我們就把他們的菜拼湊在一起 然後我們會讓整個餐裡面是有湯 有主食 然後有菜也有肉 希望可以帶給來吃飯的人一個回家吃飯 然後溫馨的感覺 主廚來說 買菜就已經是這個做菜的儀式的開始 在來這邊之前呢他們會 他才買他的食材 而且他們會希望說 我的肉刀跟這個肉飯買 這個菜商買 很喜歡去跟這些菜市場的菜商去交流 他們買完菜以後呢 他們可提前四到五小時 就先來到現場開始做 最遠的是有時候就會坐我們車來 所以大家是各自都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就聚集在這邊 鳳王姨就是跟著我們最久的一個 找被煮廚 然後主題是胡培 那胡培菜就是一些蒸煮類的東西 他會做像豆腐丸子 然後像粉蒸豬肉 要耗時可能兩三天才會做出來的料理 需要在家裡先做 然後像是蔥油餅也是 蔥油大早起來把那個餅皮擀好 因為這件手工去下去 所以外面有一些 上次打亮的機器做的 他就比較沒有那個叫聲音 我媽媽呢他的先生是主題是山東 他最拿手的是一個紅燒獅子頭 他的獅子頭是比較有嚼勁的口感的 我媽媽你念書什麼 你吃什麼 吃什麼 零零劍念書的時候就來到台北 他的料理的一些宗旨 就是他希望他的料理是好吃又健康的 比如說肉裡面他就會加很多的蔬菜 然後讓他整個是整個營養是更均衡的 因為我們是通常都會 讓客人提早半小時可以先進來 他們也可以先看一下他們當天的菜單 都會寫一個菜色的故事 也可以進去廚房跟長輩有些互動這樣子 哈囉 大家晚安 餐會正式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簡單的一個 介紹每個主廚都出來每一桌 跟每一個人聊天 閒話家常講一些材色相關的事 去串起世代之間的交流 有些主廚他們會覺得說 我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 我怎麼登不上大牙之堂 他們就會不好意思拿去餐廳給大家吃 來到這邊以後 哇每個人都說超好吃 他們就會覺得哇超級有自信 我們現在有幾個長輩主廚來到這邊 那時候他們就真的在這邊交了朋友 變得再變得更開朗的人 其實回想起來 小時候很多比較傳統的菜色 已經漸漸要失傳了 我們蠻多的家傳菜是 已經現在在外面的餐廳 就已經吃不到了 所以會吃到很多外面吃不到的特色料理 我們希望大家在吃不同長輩的這些家常菜 在家傳菜的時候 也可以想到自己最懷念的那道菜 跟那個人 我們就送每個人一把鑰匙 大家可以把它回去打自己的家門 然後再回自己的家吃一頓飯 在家傳菜單 在家傳菜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